能力别乡空难身亡的云冰前国会议员 丹斯里加玛鲁丁的婆孙争夺财产案继续上演 他的子女今天在联邦法院寻求上诉失败 这也意味着加玛鲁丁的母亲维持胜诉 如愿将业家公司Rantai Wawasan 市值10亿令吉的300万股票列入儿子的遗产清单 联邦法院三司是以2比1表决之后 驳回两名申请人伊万和诺阿尼斯的上诉申请 理由是这一项申请不符合1964年法庭司法法令第96条文的要求 同时预令申请人支付3万令吉堂费 这个结果意味着加玛鲁丁的子女不想让公司股票 列入父亲的遗产清单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当初起诉他们的是88岁祖母阿米娜 高婷在2021年批准阿米娜的申请 让Rantai Wawasan私人有限公司的300万股票 列入儿子的遗产清单 但同时驳回 整对另外两家公司的申请 败诉的子女去年上诉到上诉庭 最终败诉 最终败诉的子女去年上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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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终败诉的子女去年上诉